约翰福音14章30节 约翰福音14章30节 刚才我们读了这句话说什么 我们主耶稣说 我们主耶稣说 我不再跟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要来到了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意思 我不再跟你们多说话 因为世界的王将来的 换句话说 我现在按着这个肉体 活在肉身 对不对 跟你们说话 很快 我不能说了 因为撒旦 他要进入犹大的心 在进入犹大的心的时候 犹大会出卖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世界 各位 世界的那个定义是什么 人类 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活动的 一个有系统的组织 a systematic order 看起来这个世界很随机很乱 有各种的情报 各种的事物 对不对 有自然界 有世人 活在地球的世人 有天天的新闻 但是这个里面背后 是很systematic 很系统的 有一个王在带领这个世界 这个王是谁 你我肉眼都看不到 科学探测不到 连心理学也探测不到的 就是什么 就是撒旦了 那个二者 这个世界的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上帝 是撒旦了 是与神为敌的 与神为敌的 然后各位注意听 这个世界 这个王 他的手段 他抵挡神的手段 一定是借着什么 人类 整个文明里面的 对不对 他们的生态 活动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文化 信念 性情 作为 动作 活动 宗教 善行 这一切的一切 很systematic 很看起来 很有理的 很能够 很能够 对人能够感到 很贴切的 很实在的 不管是道理也好 行为也好 对不对 说法也好 这个东西呢 来抵挡 那个受高者 我们主耶稣基督 那么各位再听 再听 那他抵挡的重点 在哪里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世界跟神抵挡 抵挡的重点 他到底要 阻止什么 我们得知道 撒旦是要与神同等 对不对 他要取代神的荣耀 但是 他要取代 这是动机 但是他抵挡的 有一个重点 在哪里 在哪里 各位 你会看见 当我们主耶稣基督 神道成肉身的时候来 他的整个的 抵挡的重点 就显明出来了 我们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 马上带他到山上 然后看世界和世界里面 所有的荣华 说 你 拜我 然后我把这一切 赐给你 对不对 你看到了 全部我要给谁 就给谁 这个是第一点 主耶稣 马上拒绝他了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给他荣华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给他荣华 为什么要 这些全部给你 世界的荣华 政权 经济 全部在你之下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给你 所以你不用这样辛苦 所以你不用上十字架 你不用走那个道路 你没有受苦就能成全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他要抵挡的那个地方是什么 不要听从父 不要走到十字架 那个地方去 我们主耶稣拒绝了 对不对 然后撒旦又来了 对不对 在中间 我们主耶稣的服侍 生活当中 他最亲的门徒 对不对 最亲 最爱的 彼得了 对不对 彼得 所以他说 你们要知道 我要被交在祭司长老的手中 然后要被杀 彼得马上出来 怎样 用他的亲情 用他的友情 用他的 phileo的那个爱 我们很喜欢的那种 人很在乎我们 很支持我们的 那个爱 主啊 这个是断乎不能发生在你身上 对不对 主耶稣说什么 推我后面去吧 撒旦 撒旦 对不对 推我后面去吧 你不要用那个亲情 来叫我不走十字架的道路 对不对 你推我后面去 这是人意 这不是神意 这是我们人都很喜欢的那种感觉 那种被在乎的那种感觉 但是 十字架的路是要走的 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然后他自己 甚至现在自己 门徒全部沉睡的时候 他在科西玛林院 他挣扎 他挣扎的时候 为什么他挣扎 因为他还是在人性里面 人性里面是有限的 你们知道 当你累 你无力 你听到一个情报 你灰心 你知道前面要发生的时候 那种压力 那种极其的压力 使你极其的忧伤的时候 很挣扎 所以科西玛林 他仰望富的时候 富啊 他挣扎的富啊 如果这个杯 能够从我这个地方拿去 好不好 但是不是按我意思 那是按你的意思 各位 又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原来连他自己 没有罪的 但是因为人性的软弱 那个时候 也是挣扎 也是挣扎 不要丧死之家 这个苦杯 挪去吧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发现 重点在哪里 重点都是要抵挡 阻止他上十字架 甚至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那个冰冰是看他很痛苦 对不对 好意拿着胆 调和的那个酒 给他喝 这个是什么来的 给他麻醉他自己 麻醉 所以你没有感觉到 这样辛苦 这样痛 所以主耶稣尝的时候 他不肯喝 他拒绝一切的麻醉 他拒绝一切 人的那种 coping mechanism 人要麻醉自己 然后让自己不感觉到痛 肉体不感觉到痛 心不感到痛 他拒绝 因为他要承受 那个罪淡的苦 到极限 承担人的罪 你们了解吗 我们今天 我们活在世界里面 我们只有道理上的懂 世界是抵挡神 这是只有我们的道理上 懂而已 甚至我们很资深的人 全部读了圣经之后 我们不要爱世界 我们都懂世界是什么 你会背 没有用 我告诉你 现在在你里面有一股力量 在你的外界环境里面 全部一直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情况 一直在抵挡你 使你不要走十字架的路 不要走十字架的路 一般的信徒来说 都是连世界是什么 都不知道世界很好 对 我们不要爱世界 但是世界也有好人 好事 好玩的 世界有和平 现在经济不错 现在这个眼光本身 已经不明白什么是世界了 然后在教会里面 比较资深 比较属灵 多懂了一些道的人 知道不要爱世界 但是现在世界 怎么与你心中的主敌对 要取代你心中的那位主 怎么取代呢 叫你不要舍己 不要天天悲起 主给你的那个十字架 来跟从他 主为你定的那个环境 那个美意 我不喜欢 我不要 我要选择被麻醉 我选择我自己的 coping mechanism 我要人的体恤 我要这些东西 主啊 这些也是你给我的 但是我跟你讲 没有错 但是神给你这些东西 之前你要明白 现在 马上向着你来 要吞吃你的 那个世界是什么 如果你不过这个关头 下一个关头 你还要过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世界了 在你里面 也在你的外面的 那个环境 但是有时候 你没有意识到 你没有意识到 你只有体贴自己的感受 你给世界通道了 你给你的肉体 软弱的肉体 通道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 没有一次 让世界 跟世界里面的一切 的那些渴望 来得到满足 绝对没有一次 给他满足 绝对没有一次 都是要听从父 走 父为我定的那个道路 这样走去 各位听得懂吗 感谢主 原来撒旦 借着世界 借着你里面的那个肉体 借着你外面的那个环境 借着你的眼目能够看到的 这个今生一切 能够叫你 叫你能够夸耀的 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你不要走十字架的路 你不要背起 你自己的十字架 不要舍弃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你能够得智慧 得能力 得恩赐 得信心 得好 得祝福 有很多方法 No 只有一个方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为什么你们叫不属世界的人 他们是不属世界的 正如我不属世界的 阿们